新年快乐 非常的开心 而且呢 听到刚刚的开场音乐 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今天还是过年节目 我们这一整周到星期五 都会用不一样的方法来陪伴大家 在昨天的节目中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了 哈帕的年度之最 列出我们节目开播将近四百集以来 最受欢迎的集数与受访者 也分享了很多热情的听众朋友 给我们的留言 不过很可惜 音乐时间的关系 昨天我们只分享了一部分的内容 今天呢 我们就继续进行part two 来继续揭晓我们的哈帕大明星 我这边先预告哦 今天这一集的内容 很温馨 很励志 很适合在开春的世界 来跟大家分享 你准备好了吗 好 但是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 我还是要先提醒大家 在节目的最后 会有我们团队准备的红包 请大家一定要听到最后哦 就当妈的 过年特别节目工商时间 哈佛商学院成功人士 必经的五百堂个案修炼 现在台湾就能体验 决策者每天数十到数百资讯不足的决策 HBR导入台湾企业情境 沉浸式个案 提高您的决策胜率 半百个领导者齐聚 强化您的决策思维 来听听石硕董事长 亚欣学长怎么说 他不像一般的所谓EMBA 但这个东西 它是没有同知性 来自于不同的年层 不同的阶级 整个在一起 今天来讲 如果这个教授 一直在讲课的时候 他效果是有限的 但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大家都在听 都在想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最大有意义的东西 好,我们回来了 昨天我们分享了 大家都很爱听的主题 以及在Apple、Spotify、Google 还有SoundOn 几个主要的平台上面 收听率最高 最受欢迎的几位受访者 还有呢 昨天我也念出了 一部分听友的留言 那还有一些 为什么放到今天才说呢 因为今天呢 我要结合我们HBR 就是Hopper商业评论的 文章数据 一起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相信我们的听友 应该都知道 我们节目呢 从周一到周四 都是由Mary来分享 Hopper商业评论上的文章 大家在听完之后 会不会点开来看呢 我们在节目的说明栏里面 其实都有附带文章的连结 如果你觉得 听Mary讲讲还不过瘾 或是说你刚好在开车 在下厨 在锻炼核心肌群的时候 当下那个moment 就是没办法专心收听 你很有兴趣的主题 那么你就可以去点击 我们的说明栏 去看文章 做更深入的阅读 而且呢 我们的官网 还有一个收藏的功能 你可以把所有想看的文章 全部都放进去 等到有空的时候 一个春光明朗的午后 挑一个很棒的咖啡厅 慢慢来看 也是OK的 而且这个收藏家 还可以做分类的功能 如果你有那种习惯 就是什么东西 都一定要按照喜好摆好 不摆好就不舒服的话 这个功能就是为你建立的 所以不要担心 所以呢 我们也很欢迎大家 在听完Mary的讲解之后 再回来阅读我们的文章 我们今天也会结合文章的数据 来跟大家继续聊聊 哈啪的内容 还有各位听友们 给我们的心得 我这里先来分享一个听友 他留了很长的内容 写得非常真挚 真的知己我的心灵 我一定要放在第一篇 念给大家听 这位听友呢 他的昵称叫做Alice 我们谢谢Alice 他留言说呢 最让我有感触的一集 是在去年的3月28号 谈到管理大师 克里斯丁森的 你如何衡量你的人生 我除了阅读过HBR的这篇文章 也拜读过大师的这本著作 以及他在TED演讲 留下的最后身影 克里斯丁森说过一句话 人生最大的成就 在于帮助别人成为更好的人 这句话改变了 我看待事情的角度 面对高度竞争的工作环境 我们很容易积极营营 于追求更高的成就 更高的知嫌 更高的薪水 出入职场的理念 被争权夺利取而代之 人际互动上 也失去了柔软跟温度 逐渐迷失自我 忘却初衷 曾经在许多的夜里 我们会扪心自问 这是我想要的人生吗 而克里斯丁森就给了我答案 无论事业上获得再大的成就 人生还有第二座山 需要去攀爬 哇 以上不是我自己写的 是这一位读者给我们的留言 真的很谢谢Alice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一句话 就是 人生最大的成就 在于帮助别人 成为更好的人 我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有想到 其实以前中学时期 我们在背论语的时候 其实里面有类似的一句话 孔子就说过 急欲利而利人 急欲达而达人 这是一种利他的境界 那台达电的创办人 大家都知道是郑宠华先生 最近在我们出版社 也推出一本新书 书名就叫做利他的力量 其实就是可以相呼应的 这种推己及人的精神 正是我觉得是这个世界上 现在非常需要的 而且很令人欣慰的是 克里斯丁森先生的这篇文章 就是你如何衡量你的人生 是我们官网上迄今为止 阅读量最高的一篇文章 各位听友你们知道吗 我们的官网上 总共有将近一万篇的文章 而且我们的网站 是要付费阅读的 可见大师的这篇文章 威力有多强 让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每个人都带着 让别人更好的精神 其实到最终 别人也会让我变得更好 整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 其实也很符合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的ESG 或是厉害关系人资本主义 那艾里斯不只写前面那一句 她还在后面继续有写到说 这几年ESG成为显学 个人逐渐认为 不只有企业或组织 需要落实ESG 每一个人也应该把ESG的精神 落实在生活中 处以环境保护 关怀周遭社群 最重要的是 要重视自己家人的感受 她还补充说 在12月14、15这两天 我们有分享另外一篇文章 打造墓地的影响力 也呼应了这个想法 这个艾里斯真的可能是我们的忠实读者 因为呢 无独有偶 还有另外两位听友呢 也提到了这一篇文章 表示对这一篇文章非常有感 我们先来听听其中一位听友 她叫做Pauline 谢谢Pauline 她也写了蛮长一段感想 她先简单介绍一下她自己的背景 她说呢 她本来是公职人员 然后呢 在2022年下半年退休了 她希望以过去累积的经验 继续发挥所长 对有需要的民间社群或是团体 提供服务 让社会更美好 也希望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 这位Pauline 看起来也是 很有这种推挤吉人的精神 不过她还提到说啊 因为我自己一直找不到一个定位 看不到自己对社会或家人 有什么可贡献的地方 一直到在哈帕 听到我们的玛丽姐 Mary提到了这篇文章 就是打造目的的影响力 她在听到这篇文章 并且跑去看了文章的内容之后呢 就发现说 这篇文章就是在讲 如何定义人生的目的 以及如何去落实 并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其实在这篇文章中 就特别提到说 人生的目的呢 是要从个人最核心的本质 去梳理的 在这篇文章中很有趣的是 这篇文章是有两个作者去写的 其中一个作者呢 就把她自己妻子的实际的案例 她的太太 实际的案例 拿出来做分享 她的太太呢 以前是一个军人 后来退伍 就去当全职妈妈 等到小孩稍大了之后 她又想要返回职场 那在这个过程中 她的妻子如何去转换她的心境 怎么去找出自己的人生目的 并且最后这个人生的目的 变成了她求职的目的 然后她也知道 如果她真的找到了工作 她要怎么在职场上 发挥她的影响力 那这个作者的太太的这个案例呢 就给Pauline 这个我们的读者Pauline启发 她就说 她想起自己还在工作的时候 还在当公职人员的时候 那些让她觉得充满动力的时刻 她渐渐地也知道 如何要去发现自己的人生目的 她就留言说到 我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明灯 知道自己可以怎么找到努力的方向 在与我的家人分享之后 我的家人也都给予支持和鼓励 我顿时觉得生活变得更积极 更有规律 更有方向了 这真的是太感人了 有没有 我跟你们大家说 这两个人真的不是我瞎掰的 我们真的就有这两个读者 写了非常长的留言给我们 非常的感动 所以我们可以从以上 这两位读者的留言看到说 人生真的不是只有工作 人生不是用工作去衡量的 你看像我们刚刚提到的Pauline 她已经退休了 但她依然带着这一种 利他利社会的精神 而且因此就找到了她的人生目的 所以即便她可能已经离开职场了 但是她还是可以继续发挥她的影响力 那我们还有一位听友呢 叫做莫莉 谢谢莫莉留言给我们 这位莫莉也提到了同样这一篇文章 但她跟Pauline不太一样 她现在还在工作中 她就留言给我们说 借着这篇文章 我回想过去自己真正的喜好是什么 还有我这一路以来的成长 投射到现在的工作中 我意外的总结 原来我自己一直都走在自己想要的质押上 非常的感谢 真的太棒了 这种感觉 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听友 叫做Queenie 谢谢Queenie 她也有提到就是 这一周的这篇文章就是 打造墓地的影响力 当周的受访者 Taiwan Global Angels的创办人 詹益健 她说她听这一集很有共鸣感 詹益健在节目中就有提到 她一个心得 我觉得也蛮震撼心灵的 叫做创业指示手段 人生才是目的 说真的就是 我们工作其实 当然有部分是为了钱 但是最终最终 其实还是为了要成就我们的人生 我们人生而在是 所求其实就是为了要寻找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明白自己的定位 去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说到这里 我又想到一个延伸话题 在昨天的节目中也有提到 就是去年秋天掀起了一波讨论的热潮 Quiet Quitting 也就是所谓的在职离职 也有人翻安静离职 有些人认为 这是所谓的躺平文化 但我觉得不能这么一概而论 因为躺平是所谓的彻底放弃 但选择Quiet Quitting的人 不见得是彻底躺平 有可能是为了更重视工作以外的生活 更在乎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或者说在工作之外有别的追求 我们的官网就有一篇文章 文章叫做 不想努力了 再职离职的问题 出在上司 这篇文章呢 点阅率也是名列前茅 有很长一段时间 盘踞在我们的热门排名 也就是我们前十名 受欢迎的文章哦 我们今天介绍了很多文章 大家不要紧张 我们都会把文章连结放在说明栏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 哎呀漏听 直接看说明栏 点开文章就对了 那Mary呢 其实在Hapa也有提到这篇文章 当周也是有很多的听友收听 文章引用了 作者自己研究的数据 说呢 现在的员工对工作 充满了倦怠的情绪 不想有额外的付出 这件事情呢 老板可能要先检讨一下自己哦 而不是一位检讨员工 因为现在的求职者 尤其是年轻的Z世代 会希望把自己的经历啊 创意啊 时间或者是热情 贡献给值得付出的组织 或是领导人 那关于这个世代的议题 我们的哈佛商业评论 其实也蛮重视这一块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 都会觉得说 哈佛商业评论 文章很艰深啊 给大老板看的 其实不是这样子 哈佛商业评论近期呢 其实一直有在 试图在经营年轻的读者 希望呢 刚进社会的这一批 不管是Y世代的后半 或是Z世代 也可以来来看我们的文章 或是说 如果你现在就是这个 年龄段的听众 也可以来听我们的 请听哈佛管理学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文章 像昨天我们节目 就有分享到 向上管理 相信不管你是哪一个世代的人 都非常的需要 这方面的文章 那在我们的官网里面 有一个区块 叫做职场新手专区 里面的文章呢 就是专门写给 Y世代还有Z世代的人 比方说 怎么求职啊 在工作上不顺遂的话 我要不要离职 或者我怎么应对压力 我要怎么跟同事相处 我要怎么跟老板相处 我刚刚也有提到嘛 我们昨天就有分享到说 哈佛里 综合数据表现最亮眼的一周 就是向上管理 当周Mary就分享了一篇文章 叫做 我的上司是心理操控狂 怎么办 这篇文章 在我们的职场新手专区 是点阅率非常高的一篇文章 我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听友 如果你本身 身在一个有毒的职场 你的老板会打击你的自尊心 会贬低你的价值 他希望你对他言听计从 不敢反抗 让你觉得你自己很没用 离开他之后 你哪里都去不了 请注意哦 你一定要想办法脱身 因为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受到的伤害 会需要花好几倍的时间 才可以慢慢的复原 所以不管是你自己本人 或是说 你身边有朋友出现这样的状况 都可以来参考我们这篇文章 提供的一些建议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这篇文章呢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嘛 是我们职场新手专区里面 非常受欢迎的一篇文章 而且是排在前五名的文章哦 那这个前五名的文章 还有哪四篇 我也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有一篇叫做 度过心直到任的尴尬期 这篇其实真的蛮实用的 因为相信每一个人 出来扎到一个地方 人生地不熟 公司没有朋友 又不晓得新公司的一些 美美嘎嘎 真的是非常尴尬 每天早上走进办公室 跟同事大眼对小眼 也不晓得要不要打招呼 这种时候该怎么办 你不晓得 就来看这篇文章 还有一篇 打开PPT 然后呢 五个关键 让简报抓住人心 这篇文章 也很实用 我必须说 我们新手专区的文章 都很实用 如果你今天要上台简报 或者说 你有一个提案 要跟老板报告 这个时候 你打开你的PowerPoint 然后呢 这个问题真的是直击心灵 我自己在编辑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也很期待 然后呢 这篇文章就教你五个关键 非常的好 然后接下来下一篇文章 也在前五名的是 地词城前 请先想清楚这四件事 相信这应该也是很多人的困扰 我要地词城 我到底要不要地词城 我要地词城 我到底要不要地词城 我不是在跳针 我相信很多人 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心里就是这样跳针的 到底要地还是不要地 那这篇文章就告诉你啦 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思 你有这样的考量 可以先从四件事去判断 你到底要不要地词城 好 我们已经介绍了三篇了 还有一篇就是 如果还有其他的面试 就先收到录取通知 怎么办 哇 这篇文章也是 都很实用 我要讲很多遍 都很实用 而且真的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 有时候面试就是这样 你等了半天 等了三个月 一个面试都没有 突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有的面试 在一个礼拜全部出现 然后呢 这些面试里面 可能就有你很想要去的公司 但偏偏 你还在等另一间公司的 面试时间的时候 另一间公司的录取通知就来了 怎么办啊 我到底要不要去放弃这个 然后选择这个 哇 这个又是一个在心里会跳针的问题了 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 你可以来看这篇文章 由此可见 我们新手专区排名前五名的文章 真的都非常的实用 不止你自己可以用 你身边的朋友 也可以用这篇文章 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多去阅读 我们这个区块的文章 那如果你一时半会儿呢 也不晓得要从哪一篇文章开始看 没有关系 可以订阅我们的电子报 每周四我们都会发给你一封信 推荐你一篇跟职场新手专区有关的文章 其实我们在周一周二跟周三 也有不同主题的电子报可以选择 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说明栏 挑选你喜欢的报种 让我们帮你选出经典好文 从哈佛商业评论里面 得到对你的职业 人生 甚至是身心灵的健康 都有帮助的知识 好 那在明天的节目呢 Mary会来访问我们 哈佛商业评论的VIP读者 听听看他们是怎么进行 哈佛商业评论的阅读 又如何把这些文章的知识 运用到他们自己人生的方方面面 我这里呢 就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其中有一位是 出租大叔数位转型顾问 老茶 一位是声音训练师周振宇 我相信我们的听友里面 一定有这两位的粉丝 所以不要错过 我们接下来明天的节目 那最后我再一次也在这里 谢谢大家 透过这两天哈佛的年度之最 我们真的非常深刻地 感受到了各位听友的支持 还有各位听友的热情 非常感谢大家 因为这个机会可以跟我们交流 也请大家持续地给我们投稿 或是说你想要跟 Mary或者是任意的一位受访者告白 也欢迎留言给我们 或是直接用声音发送给我们 相信在前几天呢 大家都有听到 嗯 有一些听友的声音 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了 Mary都很想要听大家的声音 不要只有你们听Mary的声音嘛 也让我们来听听你的声音 OK吗 好 那就来发红包啦 好了 到了发红包的单元 大家就知道啦 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了尾声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OK 不啰嗦 今天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 红包小帮手 Go 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 又来到发知识红包的时间咯 这个礼拜的节目最后 我们都会精选一篇文章 在这个重要的日子 不只分享给你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希望你可以将这份知识 传递下去 只要成功用LINE 分享给你的一位喝饼鱼 你的饼鱼也因为邀请 加入HBR LINE官方账号 也有成功收到 今天这则文章的分享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 新春抽奖机会哦 好的 今天发红包的值日声是我 大家好 我是HBR的数位编辑云童 平常会出没在网站 FB LINE上 如果有在社群上 留过言的朋友 我们可能曾经像网友 一样对话过哦 嘿嘿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2022年7月号杂志的文章 标题是 克服对未知的恐惧 副标是 以四大原则 拥抱不确定的未来 从国际局势 经济等等这种宏观角度 到换工作 家庭状况这种围观角度 我们生活中有太多 太多的不确定性 处在这种状况下 可能会让你压力很大 心很累 但很多推进你人生的时刻 其实都是在这些 不确定时期之后发生的 研究发现 我们都可以训练自己 变得善于管理不确定性 让自己有力量能够踏入 未知领域 并且掌握这些领域中的机会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提升这样的技能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就分享了四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 别只依循本能聚焦事情缺点 要借着聚焦潜在的优势 来重新架构自己的情况 这不仅能改变心态 还能减少自身恐惧 再来是第二个原则 你可以先了解自己 天生厌恶或喜欢的风险类型 并借着承担小型风险 和减少生活其他方面的 不确定性 让自己做好准备 第三个原则很重要哦 不要孤注一直 你应该是采取一连串适度的行动 让自己在踏出每一步时都在学习 最后一个原则 请借着重塑挫折 并聚焦于对你有真正意义的事情 来支持自己 能够承受打击 并保持毅力不咬的复原力很重要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知识红包 如果对这篇文章有兴趣 想要了解更多 欢迎到这集的资讯栏 点击活动连结 阅读这篇文章 并分享知识红包给亲朋好友 还能抽奖哦 谢谢各位对哈佛商业评论 和请听哈佛管理学Podcast的支持 我们能有各位的陪伴 非常感恩 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